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一节目 我是石超 10月15号 应该讲现在新闻里最传神的就是股市往哪儿去 我觉得最传神的 因为我个人看他们那些留言 各种说法 做的视频 说句实在话 非常惊叹人民的力量 高手在民间 陶哥佩服的五体投地 根本就跟不上 真的跟不上趟 跟原来概念不太一样 那现在什么各个年龄段的 以各种方式去表达今天股市的 对人类的 对中国人的摧残 以及中共国人的贪婪 而且既吃不既打 就是出现了这种很有趣的故事 那这种故事呢 令人在陶哥眼里觉得本不该发生 本不该发生 很简单 如果不像被中共 把中共国人洗脑的这么厉害 就是这么贪婪 这些事情是做不成的 但偏偏呢 又贪婪 又把不相信任何人 贪婪就不相信任何人 因为钱都是自个儿的 对不对 别人的钱是纸 我把你的钱弄过来 那才叫钱 所以那就很简单 不相信 而没有信任的人 不是骗的 就是被骗 因为中间没有过渡层 拥有信任的人 他有一个信誉在其中 那是道德 所以没有信任的人 不是骗 就是被骗 那被骗的人 那骗呢 他不骗 他就拿不着钱呢 第一个 第二个 他不骗 他就觉得 那我一定会被骗 所以我只能充当骗子 那充当骗子的过程中 被骗的人一下就大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世界上穷人多 穷人是最多的 能够真正在赌场里抽老千的 那是少数 人家有高端技术 对不对 这个道理我们就很简单 普世这么看 就成为了现在的股市 这个故事呢 大家看起来就是骗 昨天 今天吧 股市跌到了3208点 3208点呢 就正好卡在这坎上了 你说 你是买 你是卖 你是买 你还是卖 你说废话 陶哥 我们进去的时候是3300点 对不对 因为在过十一之前 那是3336点 现在3200点 你让我卖 那你就等着呗 你就等着呗 那你家里还有闲钱吗 你家里有闲钱 你在3200点你再入市的话 跟你上面那个3330点 你入市的时候 中间差了130点 对不对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你在3200点买入 你 它只要涨到 3250点 60点 你就把上面你赔钱的那部分 二一天走五一打折 你扯平了 你扯平了 是不是这账这么算 这容易算呢 你算是扯平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为什么不买 那如果再闹了呢 它怎么可能 不可能再闹了 因为十一之前是3330点 我说陶哥 你真懂股票 假懂股票 没有骗的 都是这么来的 骗你入市的 那些开户的 那个负责开户的人 开一个户 他挣agent 他挣钱 对吧 我又挣开一个户 你开一个户 给你五百块 一千块 那他原来遇到过这样的 老板钱给赔光了 帮着老板赚钱 所谓做股票那个人 他挣钱了 你这事咋整 因为他拿老板钱去耍 一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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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买一买 他就挣手艺费 挣一个double 双份 再一买再一买 他又挣双份 老板钱赔光了 他把钱拿走了 就像拿好住费 这个行当就是这个行当 所以陶哥眼睛里说 全是骗子 因为全是赌徒 不是你有意无意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 因为这个行当这么开 民间股神说 现在入市是最好的 你信不信 这就人们就开玩笑了 这是来自于凤凰网的财经的一个直播 这都是今日头条 都是网上名人 都是火爆火爆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意思 就是说 它是这么个潮流环境 在这个潮流环境当中 有另外 这是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说 独家报道 习近平并没有给他的经济官员 开空投支票 接近决策层的官员和政府顾问称 习近平希望挽救 瀕临崩溃 债务残身的中共国的地方政府 并重振股市 但又不想偏离让国家驱动中国 向工业跟技术强国转型的重心 这里呢 涛哥认为呢 这不是习近平 这真的是温家宝 可能是温家宝 或者是这个 这个李瑞环 他们合伙了 习近平呢 已经有着 只能有他个人的意见 但已经不是曾经的习近平了 军人在其中产生很大作用 就是张有霞等人 那人说往市场扔钱 你要知道 在中国让往市场扔钱的 第一人是温家宝 温家宝当初跟胡锦涛上台之后 他扔进了四万亿 08年是09年 扔进四万亿去救市的 弄成了 这就是他干 真的活生生的是他干的 所以你现在市场 扔进了这个树 还不提当初温家宝的四万亿 所以他你看 9月30号吃饭的时候 他蛮开心的 那而习近平求助温家宝呢 也有了一个大的权力转移的背景 就是我坚持认为 7月15号他身体出事了 所以身体出事之后 借那个机会 他丢掉了权力 是人家为了国家的名义 很正经八百的 所以这里面他表达的意见就是说 他承认问题巨大 习近平也承认问题巨大 但是呢 他老想说 你不能光去救死扶伤啊 你不能光去救命啊 你得还想着你自己能够强身建体呢 他强身建什么体啊 所以这篇报道 在涛哥的眼睛里看 就是今天的中共国 就是亡国之相 就是兵败之相 而顶层呢 处于一种分歧 而这种分歧 却给整个市场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一种灾难的背景环境 这种灾难的背景环境 反映到今天的市场上 在昨天到今天 人民币汇率突然出现 就是贬值 贬值的最大程度 跑到了七块一猫三大概 这是一张图 七块一猫三 它是从七块零八分 本来要下来的时候 它是从七块零八分 碰碰碰往上蹦 那整个这条线呢 大概是 整个我们看到这条人民币的红线 就是往上贬值的红线 是跟股市呢 当时刺激股市的时候相关 相对应 那它的问题就是 它问题就是离岸人民币 为什么突然暴跌 就是突然贬值 它解释的是这个问题 那它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它就提出了一个 另外一张图 这张图我们看到的是股市 上证指数 那上证指数呢 三千二百三十一 当时跌了百分之一点六 那是下午两点钟 今天下午两点钟 等到四点钟的时候 已经跌到了三千二百零八零七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 跨跨跨就下来的 是这么一个 绿了 对不对 啪啪就下来的 所以它下来的原因就变成了 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人民币 贬值 而股市 也往下跌 双跌 那就不对了 这个钱上哪去 它就出现另外一张 另外一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本周市场资金 进入市场的速度 跟净流出 钱没了 在股市 在这个最高点的时候 就是十月八号 就是黄金周 完了之后 钱进去 然后 近期一天 到九号 哗就出来了 八号往上走 挑起来 九号啪就下来 其实是在八号 跟九号之间 前后就出现动量 那为什么 就是我们记得 八号的时候看到 说是净资出 净产 资产净流出 从股票市场 七百亿 七百亿 这里面就当 综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明确讲 几个数据合在一起 实际出现了状况 大收割 大逃离 央行汇率跟股市 维稳之后 离岸人民币的汇率 突然涨破期 就崩了 之后 在国企 权贵资本 跟华尔街资本 高位抛售股票 换美元离场 所以机构的钱出去了 外国人的钱 离开了股票市场 所有离开股票市场的 机构的钱 全去换美元了 美元在同一个时间 它的汇率 它的利率 汇率 再次暴涨 美元就突然强硬 所以大笔的钱 从股市上 出来 去换美金 我们炒算过一个 大概得有四千亿 五千亿人币 就这么几天 甚至可能会更高 那如果有五千亿 六千亿人币的话 那就是将近 九百亿美元 突然被人换走 这都是在中国境内发生的 所以他就提到说 很显然换了美元离场了 华尔街的人 权贵资本 国企就是拥有权力的人 不受约束的人 那中国出现股市 汇市双刹 A股三天 暴跌16% 人民币一周 暴跌 一千六百点 今天跌到七块一毛三 两周 暴跌 二 他说 未来两周 人民币破 七点三 股市破 三千点 是最大的概率 A股踩踏 抛售 资金换美元 夺路而逃 成为常态 股汇双杀 成为金融风暴的 可能越演越烈 那他这就讲的比较完整 而他的整个线路非常清楚 而中共国的权 就是政府部门 已经没有控制的权力 就是没有控制的力度 几乎不太可能了 那如果这样金融风暴形成了 真正的金融风暴形成了 在他眼睛里看的 就是中共国崩溃 国将必亡 他所设想的一套 却在人们对他没有信心的背景之下出逃 那里面另外呢 就谈到了一个限制换汇 限制资金外流 对超级富豪征税 这是我们在另外节目中讲的 已经开始对超级富豪征税 超级富豪你有1000万美元 在海外挣钱了 用1000万美元 你挣的钱 中国境内中国税务部门 要收你的税 最少20% 而据说呢 中共国要降低大概20号 今天5号要降低银行存款利率 在银行存款里有300万亿存款 要给你逼出来去买房子 前后的故事是这样 这个故事陈述的核心 中共国没钱 没有人对他有信心 大家集体跑路 抛售人民币 你就很简单 这边抛售人民币 那头拼命印钱 老百姓不是韭菜的问题 你的韭菜都烂了 感谢观看